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中课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9月29日 今天介绍的圣经人物是 俄秘德 他的意思是 俄秘德是波阿斯和路德的儿子 亦都是耶稣的祖先 路德或者从未想过 他所有的事到最终竟然水到渠成 他和婆婆拿俄米 两个身无分文的寡妇 回到伯利行境内 当饥荒在拿俄米自己的国家发生的时候 他搬移到摩押 并且在那里住了一段相多长的时间 当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他的一位仪式 路德坚定不宜地陪伴他 他不想离开拿俄米 亦都决定信奉拿俄米的神 经过一连串美好 而出人意表的事件之后 他嫁了给富有的地主 波阿斯 不久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他们帮他改名为 我们可以勾勒出故事的结果 拿俄米 持续和波阿斯 和路德所组成的新家庭同住 邻居们也都为 路德和拿俄米最终得到幸福 我们对俄米得知的东西很少 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 俄米得的家谱之后 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 古武人心的片段 他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耶稀 耶稀也都有很多的儿子 大卫就是他其中的一个 这部家谱显示俄彼得 后来成为了基督的祖先 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和大卫的后裔 路德恐怕从未想过 好像他们这些摩鸦女子 竟会和他的儿子一起 成为救主 在世人时所相连的血脉之一 他对拿俄米的上帝所表现的忠诚 确实得到丰厚的回报 我们一起祈祷吧 我伟大的主 我明白自己虽然与神的儿子之家谱无份 但我仍感谢你 因为圣子所做的工 使我仍然可以归属于你的大家庭 共主名求 阿们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了解更多的 可以继续延伸阅读 路德记四章十三至十七节 或者是二十一章 另外就是历代至上二章十二节 还有就是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七节 今天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